開始了 這個是哪一間的 FOMOCO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NG了一下 那現在重新來開直播 這台車非常非常的稀有 因為這台車在台灣 台灣的話是二代賣得比較好 這台車是Mazda CX-9的一代 那一代的話 它的引擎動力是 3700cc的NA引擎 二代的話才改成是2500cc的渦輪引擎 二代的話我們已經販售了一陣子 賣得還不錯 那一代的話 我們這台車是 大概兩三個禮拜之前 車主來工廠 兩側開發 今天就試安裝之後就一次就OK了 所以規格的話比較特別了 那這台車的前面 比較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因為一般的這種休旅車 日系的休旅車通常前方都是做賣花城 包含了二代的CX-9 也是做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只是二代的CX-9 它跟CX-5 還有Mazda 3 三代的Mazda 3的話 底盤大概都是同用的 那這個上座 它有四顆螺絲 四顆螺絲比較特別 然後 離載串固定 它沒有離載串 離載串是坐在三腳架上方 所以避震器就沒有離載串 後面的話比較特別 因為後面 我們之前好像大概一個禮拜之前 是不是有開過直播 那一台是CC Toyota的CC 它的後面拖一臂的 可是為什麼會拿CC 跟這台車比較 車子的大小跟懸吊都完全不一樣 可是有一點比較特別 它的CC 它的避震器如果側面 它的避震器長這個樣子 這台車它的避震器斜度 是長這個樣子 比較特別 那這個的話 Mazda Mazda的話 跟福特一樣 它跟Fomoko Fomoko的製造廠 都有很深的淵源 到了Mazda 5 它的避震器還有 二代的Mazda 3 它的原廠的避震器 也都是Fomoko代工的 這個是日本廠的 日本廠的 經理覺得Fomoko的波蘭廠 我自己覺得搖頭 日本廠的品質還不錯 那它的彈簧應該介紹一下 它的彈簧很大一圈 一般大型的休旅車 像是PREVIA 它的彈簧也是大概這麼大一圈 後面的話不是拖一臂 後面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我們從後面來先介紹好了 這一台車要拆到 要拆到它的內裝 內裝的話它的避震器上部在這裡 所以大概稍微拆一下 才可以拆得到避震器的上部結構 它可以翻啦 可是應該拍不太到 沒關係 那我們先來介紹車底的部分 車底的話在這裡 它的避震器在這個地方 一般避震器是這個方向 或者是這個方向 它比較特別 是朝這個方向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PREVIA也是長這樣 是二代的2400cc 3000 那一款PREVIA 它的避震器是朝這個寫度的 然後它的下方在這裡 下方的話 彈簧跟調整機構 是在這個地方 這一條彈簧 它的車重雖然高達2000公斤 兩噸 可是它的後手 懸吊跟擺臂的位置 所以我幫它設計了一條 210厚7公斤的規格 所以讓這個車 車高最高的話 大概會比原廠低個 一兩尺左右 那最低的話 大概是可以到 三尺左右 這種休旅車 一般沒有人 會要什麼暢爛 要什麼海拉風 通常都會比原廠 略低一點點 所以它能升降的幅度的話 空間的話大概是 Range大概是30幅左右 後方是多連桿 這一台是四輪驅動的 所以後方這裡有傳動軸 那這一台車 如果降下來之後 有一個小小地方 經理提醒 計時一下 就是降下來之後 這個饅頭 這裡有一個 已經 已經 有一點 有點水解的 這個 發套的緩衝饅頭 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話 待會我們師傅 也會幫他處理一下 要把這個饅頭 可以拆掉 或者是說 把它消掉也可以 因為原廠的話 是需要這個環筒 饅頭來做緩衝 它的筒身上面 是沒有饅頭的 可是改裝之後 KT的話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在防塵套的裡面 在裡面的話 有藏了一個饅頭 在這個地方 有藏一個饅頭 所以就不需要那個饅頭 那個饅頭 如果沒有拿掉 因為車高降低 它的饅頭 跟下吃壁的空間 現在變成這樣 如果 後面載重 還會遇到坑洞的話 它會做一個假性觸底 就是形成是還有的 可是 它饅頭先抵到下方 如果有這樣狀況的話 是X6的 X6的1711 1711的話 如果類似這樣狀況的話 它的支壁 也會做一個假性觸底 有幾款車 都有類似的狀況 那這一款車的話 會建議 這個饅頭要拿掉 還有一個車 是比較熱銷的車種 這個車大家應該就都了解 Elantra的MD 如果 要改裝成KT的時候 那一個饅頭 記得要把它拆掉 這個緩衝饅頭 後方的結構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除了車高可調 它的筒身的阻尼 KT的話 也都是做能軟硬可調的 雖然這個休旅車 我們沒有把它的阻尼 做得特別強化 但也比原廠 大概多出了30%左右 在筒身的上方 有一顆旋鈕可以來做調整 那這個後方的話 杖板不用拆 它有一個杯架 在杯架裡面 手伸進去的話 就能夠做軟硬度的調整 在這個地方 這個行程化 我們也做到170% 所以行程化也夠長 如果要做滿載 後方的話 這個騎乘座 要滿載 載重的話 都沒有問題 這個是後方大概的介紹 但這台車有一個狀況 如果車高 有要降的特別低 我剛剛好像大概稍微看一下 好像沒有辦法調整Camper 只能辦法調整 竖角而已 一樣 這種懸吊的話 我們太常見了 這種懸吊 在下支壁的內側 有一顆螺絲 主要是調整竖角 但是那顆螺絲的位置 竖角也會改變 仰角的話也會微幅改變 所以如果有降低車高 非常非常多的話 就建議 因為這一台車 我猜應該是沒有仰角調整器 可以做改裝 這個形狀有可能會跟 Focus的二代是有可能會共用的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做量測一下 那如果有共用的話 那就好處理的 我們就直接把 Focus二代的仰角調整器 直上上去 它的Camper就能調整 因為原廠素角就能調整 那吃菜的問題 就立刻做解決 好 那換前面了 這一台車的富的輪胎 我剛剛也沒有仔細看 應該是19還20吋的 22455020 所以它原廠的 旅圈的尺碼就很大 因為這個是算是中大型的休旅車了 也不是中大型的 就單純是大型的 這個是3700cc的V6引擎 那前方上座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它有把座倉前移 所以避震器的就在這個飾板的下方 這個飾板呢 稍微掀開之後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上座 這台車KT也有附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在這裡有一顆旋鈕KT的LOGO 往順時針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軟 所以調整阻鈕的時候 左邊跟右邊記得段數一定要對稱 那下方的話這條彈簧 大家應該很常見對吧 這條彈簧就是237kg 它是做一個大型燈籠狀 因為這台車原廠的懸吊系統 其實還蠻舒適的 所以我們在阻鈕的設計 或者是在彈簧的設計上 採前期後期 磅數的話都沒有刻意拉得很高 最主要就是目的就是要維持 它原來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後方一樣是大圈徑的彈簧 前方一樣是燈籠狀的彈簧 來維持它本來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可是這樣在比較偏向舒適的時候 車友們會懷疑質疑的就是 它的過彎時候的側傾的程度 到底是夠還是不夠 這個7公斤前後7公斤 都會比原廠的程度還要來得好很多 所以過彎時候的側傾幅度 會比較好 那阻尼的話 當然會比原廠 副統式的一個設計 來得強很多 所以操控也會變好 舒適度的話 也還能夠維持住 好 那這一個是 剛剛有提到了 這個有離載串 可是一般車的設計 這個防清桿會接一個離載串 在便利上方 但這台車的設計 它是鎖在下方的三角架 那油管固定架 ABS改善線 經理剛剛有說了 這個都不是沿用其他的車款 這個都是 這款車所專用的一些規格 所以這個 我們為了這台車 就做了這些的規格 有問題 因為那個網路原線品質不佳 喔 所以斷線的 對有斷線的 因為它現在在跑 我知道 中華電信 什麼問題那麼多 很討厭 沒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來做Ending 用錄影的方式 好 那所以這台車 我們的一些零配件的話 都是給這台車專用的 如果啦 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尤其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耶 像是主名友的部分 用意大利IP主名友 油封的部分 哇 是使用日本最大品牌 NOK的油封 所以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用料好歸好 做出來的產品 到底是好不好做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經理商剛才跟各位說 很歡迎大家 跟我們小編來預約試乘 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經銷商 南部的店家 全部都有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試乘看看 來比較看看 覺得有滿意 再考慮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 CX9一代的喔 不是二代 非常稀有的 一代CX9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又正常了 應該要連公司的Wi-Fi 比較穩定